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我是中吳 我是嘉玉 我們今天到台南的同大國際教育中心 蔡老師是在兩年前 2015嗎? 今年2017了 在兩年前加入網路行銷藍人包的課程 他也是我們的中生學員 這兩年做得非常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專訪他們 怎麼樣利用網路行銷這些工具 去發展這個教育中心 他有三種語言的教學 等一下我們就來專訪他 謝謝 我們是做成人的教育機構 所以我們這邊有每日韓語的外語學習 那我自己避冷 我也是經營網路行銷這部分 所以這邊也有網路行銷的教學 所以日語、韓語、英語三種都有 對 那語言它通常不是一個塑成的 它是需要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一個學習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就是塑造一個 讓學員們比較安心的一個環境 老師會引導 讓同學們去提升他的自信 跟他的興趣 那自然而然的他就會覺得說 我想要把這個語言學好 像學英文的學生大部分 他是屬於臨時報告教系 臨時報告教系 就是還蠻現實的 他就是要出去玩了 或者是他出去玩覺得他挫折了 回來 他就覺得 對我一定要把語言學好 或者是說 要去參展了 然後有外國客戶要來了 或者是要考多一了 他就會來報名 然後短期的可能來這邊修個 兩個月、四個月或者半年 他覺得他目的達到 他就休息了 我們在學校學是為了醫護考試 可是來我們同大學 真的是要學用得到 實用的東西 那日文的學生 他會比較長期規劃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在五十英的階段 他來問課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要達到N2或者是N1 我要多久 我就知道說 大部分的學生 都是他有一個長期性的規劃 那韓文的學生 就比較屬於鳥獸善型 對 他可能就是在很風靡 比如說像現在有很多 他可能就覺得韓劇啊 或者是有一些歐巴他很憧憬 對 然後他就會想要學韓文 可是來 可能我們的基礎班 入門班會爆滿 對 還是一班一班就 開課率就會很高 然後可能他們學了 兩個月、三個月 或者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滿足他的好奇心 有的學生他就會停止 那可能有的學生 大概學個兩期三期 他就會持續的 一直繼續上下去 日文的話會比較廣一點 大概從小朋友 到可能年紀四五十歲 甚至六十歲的都有 小朋友我們比較建議 就是已經會認字了 比如說我小一二年級 因為這樣比較好掌控 對 那英語的部分的話 我們比較不收小朋友 因為其實房間就已經有很多 那我們主要就是成人 他們覺得我有需求了 他是一個主動式的學習 語言學習這種東西 齊心動念我覺得很重要 想要把它學好 你不用逼他 他就會去學習 韓語的話就是齊心動念來 小朋友的話 其實國小的學生也有 以前你們的企業 都用什麼樣的網路行銷方式 嗯 其實主要不外乎 也就是奶爸課程裡面所講的 我們利用FB的粉絲團 去產生流量跟曝光 那我們最後呢 再經由LineAto 去把這些客戶都收集起來 去跟他培養 跟他之間的互動 所以我們現在每次呢 如果有新的課程 一定搶先會在粉絲團共討 那粉絲團之後呢 我們再吸引他們 來我們校裡面試聽 試聽之後 我滿意再留下來 其實網路行銷欄人包 就是0到1的最好的一個階段 因為當你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其實這一套課程 可以讓你整個去了解到 網路行銷的全貌 那基譜該有的工夫 你也在這一套課程裡面 可以全部學會 那當然呢 後續還是要經過你一些實際實戰之後 你會有一些心得 然後再來做修正 那當然這個最妙的 最懶人包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奶爸都會在線上去回答我們的問題 所以呢 當你自己開始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你遇到什麼問題 再回來問奶爸 那就會造成最好的效果 對 聽說你在台南這邊 你開了你家的網路行銷公司嗎 是啊 是啊 就從這個林雨衣的階段 然後後來呢 因為自己也磨出了一些心得 那我也在公開的場合去講講課 分享一下心得 那 也大家不嫌棄 本來其實 集策網路行銷公司 本來是統大的行銷部門而已 原本自己做需要的行銷 那後來呢 慢慢也有一些委託的案子過來 所以才在今年成立了集策網路行銷公司 好 謝謝 也是奶爸當初呢 教會我們 其實 最有緣的地方就是我的三名員工 其實都是奶爸課程的同學 所以我們現在 原本不認識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後來問一問 都是奶爸的學生